你跳票 我撕票 抗议现场 台湾社会团体和民众 用沉痛的哨音和口号提醒蔡英文 苏贞昌 他们曾承诺修正所谓烟害防治法 禁止电子烟 扩大台湾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等 苏贞昌甚至表示 该案要在本年度内通过 当时台行政管理机构还派人收下大家成交的巨型支票 不料巨型支票变成空头支票 到了年底 该案仍卡在台立法机构 只完成一毒 而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拥有着绝对优势 显然是不想作为 不止民意反弹 面对九合一惨败 民进党内反对蔡英文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民进党前民代蔡启芳就表示 蔡英文要认清现实 让出权力退居二线 说实在要怎么 就是要主守进退 不要停留在我那准算八百万 要七百万 要停留在这个时代 这已经是重重的 蔡启芳的儿子 民进党民代蔡逸宇也跟进炮轰称 除蔡英文外 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明 新北市前市长林志坚都是九合一败选的罪魁祸首 蔡英文的施政困境已然到来 提前进入跛脚的状态 据台湾民意基金会2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九合一选举后 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下降了13.7个百分点 仅有37.5% 是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跌幅最大的一次 不满意度却高达46.4% 民众对苏贞昌团队的整体施政表现也仅有36%的满意度 数据还显示 面对接下来的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国民党侯友宜支持度有38.7% 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有29% 民众党科文哲支持度有17.8%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纽泽勋指出 蔡苏体制支持度持续低迷 凸显民进党败选后的检讨 无法取得民众谅解 可能将制约赖清德的选情 让绿营2024年选举崩盘